谁说我答应嫁给你了 你答不答应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答应娶你就是了 这是周芷若最绝望的时刻 自己辛辛苦苦设计 让赵敏背锅被张无忌记恨 让猪二惨死在倚天屠龙高下 不都是为了嫁给张无忌 如今却要在宋青叔的威胁下 嫁给这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如今他学到被风无力改变什么 环礼之上 他一身红衣绝望至极 左右诱护之下被缓缓推向宋青叔 就在两人即将拜逃之时 张无忌到了 周芷若顿时欣喜不已 这个他所托一身的男人终于来了 陈有料一声令下 丐帮众弟子齐齐涌上 直接张无忌双掌齐出 丐帮众人齐齐倒下 声音闪动之下 无忌直奔趾若而去 可他始终晚了一步 一只大手已落在他井前 见自己好事被破坏 宋青叔愤愤不已 拿着周芷若的性命威胁 张无忌 我今天警告你 你要是敢轻举妄动 我宋青叔 您没遇碎不会瓦全 看着几乎疯狂的宋青叔 张无忌只得服软 任凭他提出要求 不得宋青叔开口 陈有亮大笑着走出 递上了五毒十星赞 为了救周芷若 无忌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 在无忌心中 他已是自己的妻子 如今他有难 他也不会苟且偷生 可当他拔下平塞的那一刻 两枚石子分落在张无忌 和宋青叔手上 张无忌趁机出手 击退宋青叔 就在宋青叔剑拔弩张之时 四名女子各执虐气 用着一少女走来 当BGM响起 又一黄山女子次空中缓缓飘落 临着五人来到境前 黄山女也不问其他 直接点名让陈坤出面一见 陈有亮自是将矛盾引向张无忌 毕竟陈坤和无忌 直接只隔了一个谢讯 黄山女不说其他 反之为一身丐帮装扮的陈有亮 丐帮帮主为何不出来说话 石火龙到即走出 畏畏缩缩地承认自己就是丐帮帮主 黄山女当即让身后少女拿出打狗棒 并让张无忌帮忙 将假的丐帮帮主揪出 张无忌身影一闪来到石火龙身旁 惊慌失措之下 他一掌直落胸旁 可对方却纹丝未动 执张少女趁机出手 将其头上假发扯下 小瓜头石火龙自是被揭穿 丐帮之人当即勇杀 陈有亮见形势不对 喊上宋青叔 趁乱逃顿 一听假帮主说是陈有亮让他假扮的 丐帮之人这才发现 两人早已消失不见 吴大奇派人追逐后 对黄山女解丐帮大难 自是对他感恩戴德 黄山女也不贪功 而是让他看看眼前少女 是否有人认得 吴大奇细看之下 这才发现他颇想帮主夫人 黄山女听后娓娓道来 将两个月前 石帮主被陈坤杀害 到母女二人到他住处求助 一一说给众人 无计不要地提出一问 陈坤当时身死光明点 怎会再出手害人 黄山女又将石夫人所谊详细说给他 张无忌这才明白 陈坤必是诈死 随后又从贾帮主口中得知 陈有亮的师父 竟是陈坤 二人不但图谋盖帮 还想利用宋庆祝对武当不利 虽功亏一篑 可师徒二人的野心暴露无疑 黄山女将石家女子托付给吴长老后 带上四名随从 消失在众人视线之中